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狐副骑士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13集 今天给大家做铁工厂的玩具 这个59号的收藏者 最近到G1里头的管子这个人物 管子的话前一阵的官方有推出一个 就这个家伙 这个玩具 为什么叫它收藏家 收藏者收集控 因为它有收集人类物品的习惯 在方舟里头有一个专属于它的一个角落 收藏着很多人类的一些 对赛博坦人来说相当于是落后科技的东西 所以取这个名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这款玩具的话是属于铁工厂玩具里头 小比例中的小比例 怎么说呢 铁工厂本身 这个是他们应该是现在标准的一个尺寸大小 这是中型的 那当然铁工厂也有一些 我会出一些大型的玩具 像这个Ultra Magus 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 强烈推荐 这个如果还买得到去住一款 这款非常非常赞 好 那么这个小比例的这个收藏者 它的话呢 有一个让我觉得小纳闷的 它有一些造型手 比方说手掌 还有握拳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呢 它有附在一些拿武器的手 握拳的 那握拳的话 可是它没有附武器给我们 顶多你就是把这个管子 这个火炮给拿下来 但是拿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就感觉似乎有点奇怪 不过还是给各位展示一下好了 因为它就是没有 没有附其他的武器了 就这样的 变成是小短枪 我觉得好像有点奇怪 所以就各位知道一些都行了 它附带的可动手 是可以拿武器的 那我们把这个 手上的这个炮装回去 你要转哪个方向 其实都可以 那我们上一期的 那个SS99 有人在我的这个 B站的弹幕里头留言到说 那个圈套的车形态 拳头都不收 是官方在超铁工厂 这句话有点意思 确实铁工厂的玩具 变形可以说 是一个硬伤 甚至硬伤久了 就变成是一个特征了 就跟胡福奇社的节目 漏变久了 就变成是一个 茶余饭后的话题 也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了 那这个玩具本身 一体性很好 铁工厂的玩具 以前都是非常的紧的 现在过紧的状况 已经比较不存在 通常都是变得 比较适中一些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身上有哪些涂装 基本上除了胸口 这个铁灰色之外 眼睛的红色之外 其他就是这个 蓝色小点队 大部分都是塑胶的成型色了 不过分色来说 做得很漂亮 红 不是 这个蓝 灰 白 什么的 已经把它的深线 算是刻画得很好 这个地方 这个 凹下去这个造型 非常漂亮的 把这个拳头给过渡 非常有IDW风格的一款玩具 可动也相当的不赖 头是一个360度转动的一个关节 手臂360度的转动 也没有问题 额头肌也可以转动 手肘弯超过于90度 拳头可以替换 自然就是可以拆下了 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 而且腰身很紧 脚前后左右踢 都没有问题 虽然是球关 但整体来说 目前都还是偏紧的一个状态 人物很有IDW风格 我个人觉得铁工厂的机器人的美形度 可以说是不用事出怀疑它的 那它的腿后面 这个地方 我们顺便提一下好了 就是说有时候提到说 什么官方的玩具 你多个盖板就没事 像这就是多了一个盖板 就没事了 这个地方 多了这一块 就这样上来之后 把它给放到这里面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凸跟凹的一个形状 这样子 把它合进去 这样一来 是不是这个空洞就遮掉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提到 这官方一定也都能做 但它偏偏就不做 它这里还多了一个关节 所以可以稍微往下看一点点 好 那我们再来的话 就给各位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送你的变形 真的就是送你的变形 首先的话 我们把这个头先往前面抠出来一点点 再来它这个地方就很不好操作了 就是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银色 这个部件要整个把它给抠出来 但是这是相当有难度的 我个人觉得 这根本就是光用自己的手指 我认为基本是不可能 基本不可能 所以我几乎都是用道具 才能把它给刮出来 刮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要的是里头 还要在更里头的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部件 这个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 这个 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部件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把头呢 给先放回去 我们把这整个部件 往前面放出来 它这边 到这里 注意啊 这个 这个蓝色部件本来是包在这个上面的 我们现在把它给推出来之后 稍微往下放下来 变成这样子 然后就把它给压上去 其实它变成这样才对 应该是这样 好 各位记得就是你要这个 这两个部件你要错位错开来 好了后面的变形就简单了 这个 这个 腰部翻转180度 然后呢 把这一块部件 刚提过的 这一块部件把它给扣出来 另外一侧一样扣出来 然后呢 两腿呢 你可以先合并 然后呢 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把它反折上去 整个折上去 折上去 折上去的时候呢 这个脚 直接往上翻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什么旋转 直接往上翻就可以了 到这边 然后呢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盖板的部分 往上提一下 到这边 好 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 它的一个组合在这里 这一块 不是两个凸吗 在这时候扣这个脚里面有两个洞 把这两个地方扣上去 硬扣啊 就是想办法把它扣上就对了 那扣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它的脚会有一个特殊的角度 这些也不用特别挤 因为你只需要记得 我们把它扣上去就对了 好 这样扣上了 然后 这个地方顺势的把它往下压 这样就可以 最后手怎么做呢 手 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凸 对 然后里面有一个 这个 阿凡达的电影 看过吧 就这样子 把它给扣上去 这轮子往前放 那这里的话呢 往上面折一下 这样子过来 顺便连这里一起折好好了 这个铁工厂这个变形就是 它其实这个顺序来讲 也没有很重要 你知道哪里扣哪里就行了 到这个形状 然后呢 稍微去调整一下 把它给 白色的凸 跟蓝色的凹 把它给扣进去 然后我说阿凡达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阿凡达的男主角 后来不是 进入了阿凡达的躯体吗 我说是第一集啊 我不知道第二集怎么演的 好 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里 翻转 手臂 这个手臂折上去 全都可以折一下了 再把它给整个 给打下来 到这边 好 到这里 然后我们把这个凸 然后这个白色的凸 扣进 蓝色的洞里头 这个 就变形就是 你知道这么变 但由于它比较小 所以操作上就是 你就稍微手掠一下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都说铁工厂的变形是松的 这个载具 收藏者的载具 因为是外星的形态 然后应该是一台 我一开始看 我想说这是摩托车吗 还是车子 但是应该是一部装甲车 因为它有几个大轮子 对不对 然后这里应该是 驾驶舱的部分 前方的细节 刻画略少 上方有个很大的 球关铺在外面 这可能是它 比较大的问题 不过基本配色的话 我觉得还得可以接手 甚至可以说 各位如果有玩过 Plant X 这一家 第三方的玩具的话 这个 有点像他们公司的那种 外星的载具的风格 滚动性也不错 这个轮胎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大小尺寸就很小 我们用一个SS的核心级的尺寸 跟它做个对比 都是赛星的风格 但是都是赛星的载具 但是风格很明显的不同 对吧 这个有IDW风格 这个则是真正电影风格 这个玩具本身的话 也是冷门的角色了 总体表现的话 就蛮中规中矩的铁工厂一贯的 人形帅豹 载具也还过了去 变形就当送的 特别是变形的部分 就是把灰色的部分 拉出来之后 两个图扣到脚掌上 然后两侧的手臂压到这边 那差不多就这样子 就等于是变完了 那这个风格大家喜欢不喜欢 这个就端看你个人的偏好 不过以我目前观察的几年以来 铁工厂的玩具 都是不再版的 如果说你能够完整的 收集到一套的话 未来未来它的价值 是相当相当可以期待的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现在官方玩具越做越小 以后被威胁到的 应该就是铁工厂吧 那今天就给各位 进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